一只长相凶残的三头地狱犬 发现了混入亡灵队伍的三个身体 看到生人胆敢私自闯入 地狱犬直接一个飞扑上去将其中一人昏入 为了寻找被偷走的神殿火 郭西洋男黑妹三人偷偷潜入 整个都被黑烟笼罩的冥界 恰巧碰见了负责引渡亡灵过冥河的船夫卡 这就表示冥界大门就在前方 郭西三人赶紧跟了上去 好不容易挤过长长的队伍来到最前面 谁知却被卡戎拦住了去了 说完波西拿出了手中所有的补希腊金币去贿赂卡 对方并没有理会他们 随即拿出哨子一吹 下一秒一阵刺耳的嘶吼声从四周响起 在看到卡戎嘴角诡异的效果 意识不妙的波西三人吓得连连后腿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当看到袭来的怪物时 三人赶紧转身逃跑 庞大的地狱犬很快就锁定了三人的位置 静止地朝三人扑来 跑在最后面的杨南就没那么醒目 直接被地狱犬一口口气 看到同伴被吃掉 面对凶残的地狱犬 波西和黑妹也只能继续逃命 眼看两人就要被追上 还好地狱犬一个亮枪没这样的摔倒在地 波西也不敢懈怠 赶紧从口袋里掏出利剑严正以来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离物散去之后 地狱犬竟乖乖地待在原地不肯动 就在波西百思不得其解时 地狱犬一个转身 他才发现原来是黑妹爬到地狱犬身上 正使劲用力地给他挠痒了 地狱犬这才安静下 舒适地倒头小气了起来 而杨南也在这时得以从地狱犬的嘴巴里钻出来 眼看黑妹支撑不了多久 杨南赶紧利用飞鞋将波西带到城墙上面 黑妹眼看自己支撑不住 赶紧朝上抛出一个发声红球让波西接住 波西心领神会捏响玩具群 下一名 好在城墙够高地狱犬只是扑了的嘴 黑妹也顺势爬上围墙 看到黑妹悬挂在围墙边上 波西和杨南赶紧上前将其拉了上来 摆脱地狱犬之后 他们望着远处悬浮在半空中黑地丝的宫殿 三人不敢耽误赶紧启程 然而当他们走进一片树林里 差点没被眼前的一幕吓死 这里面竟然树立着很多木头人 他们听不见 也看不见 黑妹掀开了这些木头人的长衫 发现他们的脚都已经变成树根 原来那些生前有遗憾的亡灵都会被困在这里 就在波西他们疑惑之时 身后突然响起地狱犬嘶吼声 三人刚想撒鸭子逃跑 发现黑妹的脚上竟被树根死死缠住 波西拼命地拉着树根想救出黑妹 却于事无 杨楠明白黑妹之所以被缠住 意味着他内心存有遗憾 然而当两人询问黑妹 他到底会有什么遗憾时 黑妹却什么也不愿说 他让波西和杨楠继续前进 自己则留下来引开地狱犬 波西两人只好离开 然而还没等他们跑多远 黑妹只能无奈利用珍珠返回原间 波西和杨楠穿过树林来到了沙漠地里 可突然这时杨楠却无法控制自己 一个劲地往一边飘去 波西追上去才发现 是一个巨大的深坑正在试图吞没杨楠 危急时刻 波西飞扑上去抓住不断往下掉的杨楠 随着杨楠脚上的飞鞋正拖出去 掉入深坑之后危机这才解决 就在这时波西一个没站稳 重重往后摔去 波西取出背包里的东西 这才发现一只苦苦寻找的闪电火 浸在自己的背包里面 就在两人一头雾水之时 波西这才想起这个背包 都是之前阿瑞斯给自己的 这才明白自己被阿瑞斯给骗了 阿瑞斯让他们来冥界 就是给黑帝斯送闪电火 现在只需要把闪电火还给重思 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但是波西两人并没有急着离开 因为他们还要去救波西的妈妈 很快波西两人就来到了黑帝斯的府邸 一座坐落在云殿之上的道律宫殿 波西和杨楠走进宫殿之后 看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黑帝斯 以及变成黄金雕像的妈妈 原来黑帝斯从牛头怪那里就像波西的妈妈 并把他留在了冥界 就是想要把波西引到冥界里 波西以为黑帝斯想要闪电火 于是果断地拒绝了他 但黑帝斯其实想要的是黑妹的隐形帽 那个隐形帽原本就是属于黑帝斯的 不知道是谁偷了他的帽子 然后利用他隐身偷走了闪电火 黑帝斯表示他对挑起诸神战争并不感兴趣 波西这才意识到这一切阴谋背后操控者 就是众神之父克罗诺斯 他的怨念是最深的 因为宙斯夺走了他的王位 并把他砍成上百万个碎片丢进了屋底洞 刚刚波西和杨楠差点被带进的那个深坑 正是埋藏克罗诺斯的屋底洞 得知了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竟是父亲克罗诺斯 黑帝斯又改变了主意 想要把闪电火握在手里以备故事之需 但是波西怎样都不愿意交出闪电火 只答应黑帝斯后面找来隐形帽换回妈妈 说完他们就使用珍珠回到了人家 然而他们刚回来 就遇到了守在这里多时的战神阿瑞斯 波西和他的大战即将开启